國內著名的臺灣史學者同時也是中研院院士的曹永和 今天因為多重器官衰解辭世 享受94歲 靠著自學獲得國際學術肯定的曹永和 是中研院至今唯一一位沒有大學學歷 卻擔任院士的 曹永和自學多國語言 以研究荷蘭西班牙佔據臺灣時期 文明於是他自創的臺灣島史觀 不同於過去偏重漢人族群的史觀 對於近代的臺灣史研究影響深遠 曹永和65歲開始在臺大任教 一直交到90歲 在1998年當選了中研院研究院士 2002年獲得荷蘭女王班授的皇家勳章 在2009年獲得臺大名譽博士學位